尊敬的索达西堪布大师 我是南洋理工大学的在校博士生 研究的方向是环境保护 就是废水处理方面 我的问题是 就是六世 昌央佳措 以前写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诗 后面两句就是说 世间哪得双全法 不负如来不负轻 这句诗它虽然是表达感情方面的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可以体现 就是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并不能同时成办 刚才大师在演讲中也提到 我们皈依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 比如说我们驾车 保护我们不会出车祸 其实皈依的目的呢 其实是为了追求来世的解脱 乃至于成就无上的佛果 所以我的问题就是说 当我们了知了 知道这个真相的时候 我们怎么来平衡 世间法和初世间法 刚才也提到目标的问题 如果我设定了世间的目标 那是不是会妨碍我追求 初世间的解脱的目标呢 感恩大师 《长安坚处》所讲的 世间和初世间的道理应该有两层方面的意思 有一层方面我们经常所谓的 《长安坚处》的情歌是跟世间的一些 人们特别执着的情感方面的 也有很多非常美丽 动听的一些颜色 也描述了当时人们的情感的一些情景 同时他也讲到了佛教跟社会之间的一些关系 这个问题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有两层意识来可以剖析 有一层意识 我们一定要追求自己人生的目标 虽然它是一种世间法 但是佛教也是讲到 追求世间的目标的同时 我们要做一个很好的善良的人 行持善法 不做恶事 佛教的真正教义是 诸我莫作 诸善奉行 这是对每个人的基本要求 有些人认为现在佛教这个不行 那个不行 实际上也不是 佛教里面只是对我们的层次 就像一个大学里面 如果大学的国立大学 可能跟其他学校不同的 它有一种完整人格的方法和条约 这就是佛教的一种方法 那这个时候 世间法和出世间法 从我们刚刚出学的时候 它不会有矛盾的 如果你脱离了世间的更高层次的时候 那个时候在它的境界面前 可能世间有些该放弃的 该抛弃的 应该是可以要抛弃的 这个时候也有一些需要放弃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一般的一个 读大学的话 它有它的一个要求 然后当你在生活当中 我听说新加坡每个男人都是要当兵 当兵的话 在当兵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戒律 跟我们世间人 其他的一些场合的戒律 就不相同的 同样的道理 佛教当中 比如说你当出家人 或者你当其他一些修行的时候 有些世间的行为 跟其他的世间人 在他的范围当中是不允许的 但这个我们世间当中也有这样 就像有些男人当兵的时候的行为 跟我们平时的行为 都完全一样 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个地方的 有些稍微香味的地方 跟他一起 应该也有香味的地方 不香味的 但是都可以融合的 好的 感恩上师